好,我们来讲等差数列 好,开启 好,这个...这边呢 等差数列的话呢 这边有公差 以公差为1来做例子 数列的开头是1 那,这很简单 我们要让它产生数列为1的等差数列呢 很简单 我们就1 移到填满空点 往下拉 我们假设做到100 好,这边还有计算总和 这1的话呢,很容易 就直接往数字 来... 一个数字来拉动就可以了 那,公差为2的话呢 要怎么做 好,这时候你必须要交电脑 那交电脑的话呢 我们就列出前两项 比如说2和4 我们先选2和4 这公差为2 好,移到填满空点 1格 然后出现6 再1格是8 所以呢,它是每一次增加2 我一样做100项 到200 这样呢,就完成了 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公差是3的等差数列怎么做 你也不一定说 每一项都要从1开始 你可以用 比如说4和7这两项 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也可以 我们就选4和7 好,利用天板空点 好,再一次 选取4和7 移到右下角 天板空点往下拉 好,一样做到100项的位置 好,同样的 这个呢 是公差是5 做法一样 选前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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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角 太平洋空点往下拉 好,这个是有关于等差数列的做法 好,这个是有关于等差数列的做法 好,底下呢 有算数列总和 那我们已经有公式了 这公式之前提过了 那我就直接来计算 这几个数列的100项的总和是多少 好,那我们今天的等差数列呢 讲到这里 这边有参考解答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看不见得到一样 你看数列的总和就知道了 好 好 现在讲解到这里